加州州长纽森9月16日签署了三项与住房相关的法案 其中SB9法案存在最大争议 该法案要求为房主建造富士住宅或分割现有住宅地块提供便利 在实践中要求城市批准在原来的单户住宅地块建设最多四个单元的住房 政府还必须批准分割住户地块以便单独出售 有近250个城市反对这项立法 认为这项立法是在蓄意破坏当地的住房规划和控制 但纽森还是签署了这些立法 纽森签署的另一项法案SB10 使地方政府更容易将交通枢纽附近的地区 重新规划为每套最多10个住房单元的多户型住宅区 三个法案中的最后一个SB8 该法案是将2019年住房危机法案延长到2030年 声明中说该法案加快了住房项目的审批程序 限制了地方政府降低区划规模的能力 并限制了住房申请费用的上涨 纽森发布声明表示 住房负担能力危机正在破坏全州家庭的加州梦 并威胁到长期增长和繁荣 应对这场危机需要大胆的投资 跨部门的强有力合作 做正确的事情为所有人建造住房 9月17日 美国FDA的一个科学顾问委员会 一致投票通过 建议批准对65岁及以上人群和新冠重症高危人群 在完全接种6个月后注射辉瑞疫苗第三针加强剂的紧急使用授权 但该委员会以压倒性多数反对批准 辉瑞疫苗在所有16岁及以上人群中的第三针加强剂注射 这对拜登政府在高度传染性的德尔塔变异病毒中 加强人们对该病毒防护的努力是一个打击 据美联社报道 在几个小时的讨论中 FDA外部专家小组的成员 对辉瑞提供的加强剂的安全性数据不足表示失望 该委员会委员提出建议后 FDA将据此做出是否批准加强剂的决定